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铁要坐五个小时呢 毫无聊怎么办 没事 我手机里下了好多电影 你坐我旁边 我们俩快看 自己保重 还是那个金金地角的他 等会 我们先算一下 你欠我15 我欠你30 你刚刚吃了我两口面 你7出来是我买的 总共算下营目是60 你们一人给我15吧 不对 你刚采了我的AJ 再给我5块钱吧 嗓吧 或者是那个金钟技巧与套路 无论是什么游戏都增强后胜的他 为什么你总是在赢啊 你玩他一定作弊了 证明一下 你会选择哪个人 这个人已经消失三年了 我们心里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这个杀手坐在你们当中 如果我们的猜测没有问题的话 考虑到你们的友情 剩下的三个人一定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区埋 就算你们只知道一点点 只要你们把犯人的名字说出来 否则我们的检察官会把你们和犯人一起认进去 我就是检察官 你们好 我是这个案子的检察官 这两位是我的助理 我很喜欢这里有难度的案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现在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方法 我们先从最弱的开始生气 我会把你们放到不同的房间 然后你们就会开始指控自己的朋友 那么 你找到最弱的了吗 你 过来 当我们遇到检察官的时候 别说这种话 这种事迟到会发生的 如果我们遇到了检察官的话 他们肯定会从我们心里最薄弱的那个人开始问 那肯定是我了 就是你 不可以让这种事发生这样太危险了 你负责扮演心里最弱的那个人 从头到尾不要跟他们对视 让他们判断错误 从最强的那个人开始问 等等 现在解答 我肯定你知道囚徒困境对吗 不知道 囚徒困境 你确定 你说什么 囚徒困境 他们一定会用指账 囚徒困境原理非常简单 原理非常简单 把所有人分割到不同的房间 然后会对你们说一模一样的话 如果你指认其他人 而其他人没有指认你的话 那么你获得自由 其他人获得刑罚 反之 如果其他人指认你 而你没有指认其他人的话 那么其他人获得自由 而你将受到刑罚 如果我们互相指认的话 那么所有人都将获得较轻的刑罚 原理就是这样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如果我指认了别人 那么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获得自由 一种是会受到较轻的刑罚 如果不指认也是两种结果 要么被指认受到最高刑罚 或者我们都不说话 全部自由 你肯定想过 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 你们就全都能自由了 但囚徒困境之所以无懈可击 就是因为过程中 你们不能沟通 完全没有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确定 自己没有被对方出卖 信任毫无价值 来吧 我们推断 周湘是善二番 而王雨萱 应该是最不愿意 掩盖事情真相的那一个人 可你是他们的主呢 所以你说服了他 刘喜岚应该是负责开车的 王雨萱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 换了他产子这一类的东西 最后 你们一起把尸体 埋在了原教的森林 你觉得我们猜的对吗 已经结束了 你的朋友已经坦白了 你现在有同样的机会 可以减轻你自己的良心 不可能 周湘是爱的人张会请说服你们把他埋到森林里 王雨萱找工具 你负责开车 需要我积蓄吗 自己选了 等等 我会说的 我可以叫律师吗 我的意思是 我跟文文也叫律师对吧 对啊 如果到时候有人扛不住了要指认的话 我们不会那么做的 我是说如果 如果要承认的话 不要叫任何人 不要找律师 可以 但是为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当检察官告诉你 我们中间有人认罪的时候 你只需要问他 他有没有找律师 这样就可以确认他是不是在炸我吗 那我没什么可以说的 你是没脑子吗 会有人不叫律师吗 他们明明会互相包庇 情况现在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你说的对 你可以走了 可以回家了 啊 我们已经确认你是无故的了 现在已经离开这里了 那我的朋友们呢 其他人已经被关起来了 他们都已经各自认罪了 我们觉得是他们 强迫你干的这件事 所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抱歉经历了这种事情 可能你会有点害怕 拿不上去出去一下 不 不是他们干的 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都是我一个人 尸体呢 幼堂北边的森林 我们去那儿 在幼堂北边的脸子里 尸体在那儿 弄了 尸体呢 你结化得很棒 但你还没输了 将军 我非常惊讶 你居然没有猜到 他会因为你们的友谊而认罪 你疏忽了 非常惊讶 幼堂北边的森林 我们去那儿 去哪儿 去哪儿钥匙 搬衣服 幼堂北边哪儿有森林啊 我下边的 我们不去那儿 他随时可能会自首 不能让他知道真正的位置 如果他不知道真正的位置的话 自首就毫无意义了 你在告诉我 幼堂那边只有一个小剧场 哪儿来的森林 尸体到底在哪里 将军 我肯定你知道囚徒困境 对吗 你说的对 囚徒困境本身天衣无缝 在完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囚徒之间往往后互相出卖 以换取最大理 无懈可忌 除非 除非我们作弊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没有被对方出卖 除非你们有一套沟通的系统 一个只有你们知道 确保没有人出卖彼此的暗示 不如 你去对面吧 好 好 avoir请不吝点赞